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哪还有心思去纠结人间值不值 眼前每一阵每位都是对灵魂的暴击 这次硬和老涛陈小青不仅走心走位 还带领团队跨越六大洲拍摄足迹遍布20多个国家和地区 从中国美食活体地图升级为世界美食举EPS 真真正正地让观众随着镜头在人间走了一遭 这庞大二身不可测的味觉版图劝你立刻点关注不迷路 在观看正片之前 院长就很清楚以陈小青的风格断不惠之作地域扩张 简单罗列各地美社而已 比如第一集 山海之间就生生把美食纪录片拍成了赤炸磅礴的动作片 第三集滚滚红尘又无意间带火了一位玩自拍的日本妹子 你们的关注点很有问题啊 但认真点讲风味人间妙就妙 在每集都用众多暗线将不同国家之间的相似美食串联在一起 让我们体验食物的鲜香韵味之余 更不惊惊叹于人类文化的默契 与挖掘美食过程中的种种不谋而合 比如平日餐桌上常见的食物火腿 在国内每当冬日临近 辉州的老百姓就会特意选用优质猪厚腿肉铺上食盐 进行妥善的腌制熏烤 以备注藏和长期使用 与此同时位居大洋彼岸的西班牙哈五哥小镇 每年也会生产数以万计的伊比利亚火腿 加工方式与中国民间的紧进一致 要说有什么不同 辉州人制作火腿多在屋顶晾 依靠祖传秘方与多年实践 撒盐的分量晾的时间全凭手感 这就是传说中中国顶尖吃货才能练就的玄学 西班牙工厂则是现代化流水线生产风干窖藏都在室内 撒盐涂油温度 都严格爱数据管控 连肉面的朝向与窗户开合的尺度都有精准讲究 制作火腿的西班牙伊比利亚小黑猪被予为上天对人类的恩赐 其肉质鲜香扑比鲜香醇厚表面花纹颇有益受感 呈现出大理石般优雅的纹路 由于这种火腿风味独特 每年产出又有限 因此价格昂贵 长作为西班牙当地款贷上宾的首选 有多贵 感受一下 当中国的食客脑洞大开把火腿的各部位物尽其用做成各种口味的佳肴时 金银提火种 西班牙人也把这传统美味玩出了新花样听说过火腿切片师吗 边切边讲 然后将一片片薄的近乎透明的火腿圈在刀口送入食客口中 真 用生命在做吃货 西班牙有一句谚语在我看到日落的地方 在为我奋上食卧的地方 请给我美酒鱼火腿 你看 相隔9400公里 正因特别的气候环境与对筑藏的需求 两地人民对美味口感的极致追求却是零食差 这是美食赋予人类的神秘廉洁 妙不可言 还不止除了筑藏方式相似 有时烹饪手法也会莫名相撞 在甘肃 生活在高原上的人们 会在十月寒露之后上山大量采集土豆 土豆经过蒸煮呈现出透亮的鲤状后 就可以刨制一道软卧可口鲜香扑鼻的独家美食 洋独角团 这是当地人家最无法割舍的味道 作为主料的土豆 廉价一采摘 只需由家中男人抡起木锤 反复敲打敲出棉软柔滑的洋独捏 再拌上香油 辣子 香菜 葱花等 为佐料 轻轻松松 就能制成一道可口又开胃的爽口美食 说起来真像锤胸顿足这传说中的洋狱角团 院长至今还没尝过 所以我一个是辣的土豆死忠粉 到底为什么大晚上的药来又和你们呢 因为不能我一个人馋 无毒用 在法国厨师也会将牛奶融化净土豆捏 均匀搅拌后加入大量奶酪 制成一道绵长又口感香浓的瀑布状佳肴阿力高 尽管不再诉诸于鲜香麻辣 但相似的烹饪手法依然最大限度发挥 土豆本身的热卧口感 趁热吃尤其甜美 港针光是这流行拉丝手法 引进国内就能做网红 想来真是有些不可思议 地域与相依 种族相依 语言相依 文化也未曾交融的两个地区 却同样对土豆有着极致的爱 并想到相似的料理手法 将之加工成软糯爽口的搅泥状 羊与搅团于阿力高 都需在前期料理阶段费时费力 在充分付出后才能换回香甜滋味 相比于食物口味本身 这份吃的乐趣 才是中法时刻割舍不下的眷恋吧 或许八别谈以后 上帝虽打乱了人类的语言 却无法改变我们灵魂深处 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而这份追求便在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与美食共同进化的过程中达到了统一 当然比起相似之处 各个地区料理在不同文化的影响下 还有更多细枝末界的相依 正因这份相依 我们才能不断惊喜与美食的丰富与个性 就好比生活在阿特拉斯山脉的居民 为各种缺水问题所困 经常为了打凉桶水跋涉6公里之远 因而这里的人发明出一种 独特的节水烹饪器具塔基锅 底部很浅 顶盖成圆锥形 为的是让蒸汽在锅盖上聚集冷凝之后 重新汇入锅中不至于流失 如此一来 只要加入少量的水就能轻松料理一锅美味炖菜 看在挖掘美味这件事上 人类永远都有始不完的智慧 做数学提时怎么没有这么多脑洞 同样是制作面包 生活地区缺水的人 就善用制烤 生活地区水源充沛的人 则喜欢用蒸制作美味的枕头膜 就这样深处不同地域的百姓用属于自己的方式烹制美食 也促成了各有千秋的美食文化 有的时候因为移民与融合 食物的边界也变得模糊 甚至催生出许多只有移民者才会吃的特色菜 比如生活在澳门的葡萄牙移民 在当地被称为土生仆人 他们渐渐将中式料理方法与稀释时才进行结合 制作出各种连葡萄牙本土都吃不到的全新菜系 即使深处异地未见故乡之悦 但身边的青牛与饭桌上一道道简单却美味的食物 就成了每个人内心深处不可替代的味界 还有的时候随着人类的迁徙与相容 食物与食物之间也彼此交流 衍生出复杂有趣的变化 时至今日中餐已经成为一种软文化 当然不可能志在中国吃的 你大概猜不到最受外国人欢迎的中国美食居然是豆腐 最典型的就是与我们文化相似口味清淡的日本人 日剧中豆腐是餐桌上常见的食物 从居酒屋里盛行的由豆腐寿司到作为甜品的豆腐布丁 还有让孤独的美食家大叔吃得停不下口的豆花 日本人喜爱豆腐新鲜的原味和细腻的口感 往往直接食用或者只进行简单的水煮就能吃得津津有味 风味人间设置左层前往日本当地一家经营了108年历史的老牌豆腐店 这一代的老板福布一夫已经在豆腐店中工作了50年 这道原属于中国的普通食物 无形辗转间也渗透到了日本普通人家的生活中 节目中没提到日本人对豆腐的痴迷也许远超我们想象 以至于在动漫里专门表演了一首画风清奇的《麻婆豆腐之歌》 这首歌有多母性多好听我蔡远在英国伦敦的福侠一定深有共鸣 因为他挚爱的一道中餐居然也是麻婆豆腐 锅烧热浇油放一大烧皮线豆瓣爆香 接着放入豆腐加水调匀盖上锅盖小火收汁 豆腐的炊浓味后与豆瓣花椒的鲜香麻辣完美融合 一勺入口还按口感与直冲恼人的麻辣带来的不仅是味蕾的享受 还有爽到毛细孔的感官刺激 不管是简单水煮还是火爆烹调 在热气蒸腾间豆腐颤抖啄发出的咕嘟咕嘟声 都是对吃货最具吸引力的攻魂区 吃下口的一勺勺都是人间烟火 不自觉心也跟着柔软 原本以为一部美食纪录片只能把我看呢 却不知何时起风味人间竟把我看暖 当看见无数地域无数美食之间的相似与差异之后 我从未像如今这般明显感受到 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的人类是一个共同的生命体 彼此包容协同合作 推动着文化与历史向着更辽阔的方向碾进 记得负责指导第一集的张平导演 曾经说过这样一番话 食物之于人类其实有三层含液 能量之需口舌之欢与精神慰藉 我们活着到文化 一个是说的 另一个就是吃的 因此人们咽下一书一饭的过程 也不仅仅只是为生 更多时候是将各种情感寄托于味道里 想一想 是不是每当思念故乡时 你首先想到的是故乡的味道呢 或许无形之中 我们也成为了食物的载体 在短暂而漫长的生命长河中 一点点累积属于自己的趣味 正如陈小青所言 你越研究美食 就越来越认清自己生活的这片土地 也越来越了解自己生存的这个星球 或许美食也能令你越来越 接近内心深处的自己 此刻再问我人间值不值得 让我吃完这碗饭再说